据《太阳报》报道,58岁的迪安,是一名离过两次婚的男人。 从三年前开始,他对真实的女性,彻底失去了兴趣, 却将兴趣转移到了娃娃身上,而且他利用退休金,买了很多娃娃。 如今和十二位娇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 据迪安的女儿,20岁的李安隆回忆说, 三年前,当父亲把这堆娃娃带回家时,他表示非常的不理解, 因为这是很愚蠢的,每天和一堆塑料生活在一起。 但是慢慢的,当他发现,父亲因为这些娃娃的存在,而变得快乐时, 他就开始接受了,而且每次放学后,还会帮父亲给娃娃们买些衣服。 每次回到家时,李安隆总会发现不同的娃娃在做不同的事情。 有的在沙发上看电视,有的趴在楼梯上看书。 还有的和父亲在厨房里煮咖啡,而父亲每天也会挑选一位娇妻与他同床共枕。 他对这些娃娃很有耐心,会亲自给他们梳妆。 换衣服,当然,有时在征得他们同意的前提下,也会给他们互换身体。 迪安有时出门,也会把娃娃放在副驾驶上。 他说如果自己不提醒,没人能看出来他们是假的。 别人见到都会问他,是不是又交心女朋友了。 虽然想到一屋子娃娃小编觉得还是蛮甚人的。 但是现在空巢老人也是一大社会问题。 毕竟作为子女,不可能一直陪在老人身边。 如果老人可以从中得到乐趣,也是未尝不可的事情。 但是,娃娃毕竟是娃娃,缺少人类本应该有的感情。 小编还是提倡和真人交往。 这样才是更加健康的被人所认可的生活方式。